一群人聚集在超商门口 这吵杂声让对面楼上的住户 半夜十二点从睡梦中被吵醒 警察来了 警察一来吵杂声瞬间消失 民众抱怨住在台北市林森北路上 深夜常有人聚集在超商前大声喧哗 实在是不堪其扰 除了报警之外也向里长反映 希望能张贴公告 我是觉得 你觉得还好 对啊 因为已经吵习惯了 其实这个地方附近有不少八大营业场所 越晚可能越热闹 不过警方每天都有派员巡逻 警方也表示 如果接获民众检举通报 会先到场搜证开立劝导单 但如果同时有两户以上的指证 就会依社会秩序维护法 直接采取六千元以下罚还 民众也可以向环保署检举 由环保局到现场侦测一辆 如果晚间噪音超过六十五分贝 可以开罚三万元以下 过去不少人在租屋买房时 容易选择离超商近比较方便 但是超商二十四小时营业 又容易常常有民众聚集 反而是吵杂声影响居住品质 对超商实在是又爱又恨 又要讲求便利性又怕被吵到 现在的确有不少民众 在选择住家位置时 不敢住在超商镇上方 如果以上班是越近越好 你住家的话 要有一点距离比较好 超商有的时候附近人会 确实会有人会在超商里面 会比较吵杂 难道超商现在变成了 闲雾设施吗 它是叮咚叮咚叮咚一整天 因此这一种在 位在超商上方的一个户别 通常它的价格方价 会比较相对便宜一点 大概会比同社区的方价 大约便宜三到五咖左右 住的离超商近 到底好不好因人而异 但租屋买房 谁不想住的既方便又安静情邮 TVBS宣章明如中的宣台 北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